这可是我第一次穿婚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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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以这么草率 这么随意 这么 行行行行 都是我的错 行吗 本来就是你错 都是我的错 想什么烂主意 还扮新娘 不是吧 这都能找到 那我新娘子不是白棒了 怎么找到这儿的你们 劝你们识相的 就给我闪开 小谷总 对不起了 对不起了 没事吧 我住手 走 这年轻人 不讲武德 走开 小姑娘 你叫苏静静是吗 是的 小小年纪 还是个女孩家 对不起 你的身手不错呀 谢谢爷爷夸奖 其实我而言 作为保镖还算合格 爷爷 别这么跟静静说话 我以为你离家出走 是有多么崇高的理想呢 可你的所作所为在我看来 并没有什么说服力 我不能再放纵你这样下去了 爷爷 如果您今天非要带我走啊 也不是不行 你就叫他们几个一起上 把我打死打残了 把我拎回去 你是在威胁我吗 还有啊 如果您不想明天在热搜上 看到故事集团的名字的话 咱们现在也不用弄得彼此这么尴尬 忤逆长辈 威胁逼迫 这就是你之前说的 理想和志向吗 你不回公司工作 成天吊儿浪当 你能得到什么 这位爷爷 我必须澄清一点 顾荣 她已经是个成年人了 您没有权力干涉她人身自由 小姑娘 我再跟我孙子讲话 请你安静 爷爷您说得对 我是顾荣的保镖 今天您若为难她 我就必须护着她 来